大家好, 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這兩天全城都在搶洛樂園票 兩位有沒有湊熱鬧? 我想搶也搶不到 你知道多少人搶嗎? 連網站也會失敗 所以搶洛樂園票是需要運氣的 不過想搶騎士王就要問過女神吧 這晚的跑馬地夜賽 騎士王的競爭非常激烈 郭能憑著拆騎由何良訓練的威先生 高伯身馬房的汶鼎高峰 以及高東尼馬房的加州載宇 全晚以三割、一額、一貴的成績 擊敗同樣奪得三長頭馬的女神 成為騎士王 第四名 這片箱,國能和女神就得得難分難解 另一片箱場內就捲起一股玻璃活風 這晚,快活谷舉行了 以印度玻璃活為主題的派對 一眾馬迷們 齊齊私下穿著印度傳統服飾 拍下漂亮的照片 品嘗各式各樣的地道美食 兼欣賞印度的勁歌業務 為百戶谷馬場 注滿濃濃的宜國色彩 第四名 這天,三位美女,張秀文 朱志賢和陳婉行 曾齊來到沙田馬場出席餐廳開幕禮 他們除了為大家介紹美食和設施之外 也不忘大鬆長腿 不過看長腿美女都是其次 作為專業的賽馬節目主持人 當然要時時刻刻充實自己 除了使用高科技賽馬程式 分享賽馬資訊 還可以體驗虛擬騎的滋味 加上美女和美食,真棒 第四名 星期六的沙田賽事 將會在私家三跑道上演 最近三次使用這條賽道的日子 姚本輝馬磅都佈下精兵 取得不錯的成績 這次姚本輝也派出多筆的賽堆上陣 其中第十場二班千四米的精輝 在櫃內同程三出三節 前章正在私家三跑道獲勝 這次繼續由贏馬拍檔史卓風壓陣 可否達成四年節呢 另外,平天下今季 曾經是三班千四米跑第四名 那次亦是私家三跑道賽事 這次降入四班出賽 換上旗普敦執鞠 Karlene又可否以計馬撞完之後 再次合作營馬呢 大家記得留意 第一 還有半個月就過年了 一月三十日大年初三 沙田馬場將會舉行農曆新年賽馬日 這日殿堂級歌星葉麗儀、彭建新 玄學顧問麥玲玲 以及著名跨界藝術家馬興文 就在記者會上跟大家預告一下 當日的精彩活動 兩位歌星除了會在會演上 為各位高歌賀身碎之外 麥玲玲師傅也會教大家新春開運秘笈 雞本身都是吉祥物 在中國人來說,也是一個不錯的年份 而且這麼旺,投資炒賣也會旺 不過要留心 雞一位十二新招中,嘴最尖的 提防人事爭辯 不然而言,那天是火旺和土旺 即是姓李、姓林、姓陽、姓田 這些火土旺的字 或姓蔡都是特別幸運的 而當日會上演三場招臉賽事 包括賀年盃 國際二級賽八週年紀念短途盃 以及國際一級賽董事盃 有這麼多精彩活動何歲 雞年肯定才來運氣 又來到你有你撐這個環節 今天很開心 我可以坐在這個庭火位觀戰 看兩位師兄師姐討論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甚麼呢 就是最近成績不錯的霍利時馬房 究竟他的往世可否持續呢 你有你撐,你撐哪一番 你撐哪一番 為甚麼這麼合適 問你 我們不合適 我一定是撐霍利時馬房 今季成績當然非常好 到目前為止贏了17場頭馬 比上季好很多倍 因為上季只有16場頭馬 看回他今季贏的頭馬數字 其實很多都是老馬 當然,老馬來季初 但你看看評分 因為上季太多馬 只是減分的幅度太大 所以今季馬有反彈的機會 你看例如蕭帽、金絲勢 還有甚至常秒星 這些全都是八歲、七歲、六歲的老馬 不過其實他們的狀態 保持得相當不錯 但貴初真的可以 憑藉著那個銳氣 能夠爭取得很好成績 不過我又想問你 如果到了貴中和貴尾階段 有甚麼冰原、有甚麼子彈 可以扶搖直上呢 數下數下 又真是踏入馬軌的三分一階段 但今季最關鍵的一件事 就是富裂馬師、薛信強入來加盟 因為富裂馬師是一個馬房中的工作 其實不只是操馬 行政上的工作也很重要 但我挺喜歡薛信強 因為他是前騎士 他操馬是一手 例如操一些重薑口的馬 有一流 例如疑德 甚至還有過往這些馬 都是比較僵厚、重一點的馬匹 所以今季這幾匹馬 都交出很好成績 也對的 薛信強騎得的 大家都會知道 但我看回其實有關的冰原 例如你說好像兄弟熊 暫時都在上季的新馬賽事 成績比較好一點 但如果你說到今季 一插班、四班 暫時又沒有甚麼銳氣 而且軍臨大地 剛剛也令到很多馬迷心傷 因為打算他可以交出一個好成績 還要鋼板來拍 誰知道都是失望 擠下去也不是那麼多 其實就有這些比較側身的馬匹 我又不知道薛信強 或者馬房的功力 可以把他們推到很高峰的狀態 他又有他的點 就是這些老馬或評分有利的馬 季初用了 之後究竟腐鏈可以怎樣做呢 老馬利季初 先別說腐鏈 要是說一下設施 大家都知道奧運馬房 今季有一個新泳池 就是剛剛的落成 正在霍利時馬房的隔壁 你看回例如休武 如果大家有時間 打開他的操練紀錄表 由上季看到今季 上季來說 這匹馬其實游泳的次數不多 一個星期只游兩至三次 非常疏 但是今季可以每天都游泳 所以今季的成績相當好 休武八歲馬 跑了五場兩輪 一個第二 還有三 還有兩個第四成績相當準成 所以我覺得 游泳池是幫助馬匹進步的 這件事我不博你 你畢竟有一名運動員 我知道每天運動身體好 這件事我不博你 不過如果你說說回 我覺得馬房 霍老爺今季也接受訪問說 我今季不同了 對,我看得真的不同了 但問題上 我覺得部署上 可能還差一點點 可能未夠細心 因為你看看 季內裡金飯碗的狀態 其實都好了很多場 但就好像未能夠好好把握 路程和配備上未必用得那麼適宜 所以一次又一次錯失機會 這一批前居可鑑 其他的馬匹 又會不會在部署上錯了 而令你錯失機會呢 我不會質疑霍利時的練馬功力 他始終之前訓練過渣黃鱗羽 這批馬都是相當厲害的馬匹 看回他今季季初的階段 其實做了很多大閘工夫 過往這個馬房很少會這麼積極 既然今季這麼積極 當然是季初有很多好馬和好成績 而且近期也有一些轉倉馬 過了這個馬房 我相信幕後 也有很多馬匹會繼續支持這個馬房 不過我看到霍利時 一向的作風處理一些轉倉馬 未必長場都可以 我覺得今季他的成績確實真的不同了 暫時已經贏了17場 剛才你也介紹過 但如果你要再創高峰 譬如你說贏到30場 我覺得可能比較敏 30場這個數字 真是我季味的答案 看看怎樣 好了…兩位爭辯了很久 其實真的很精彩 我非常享受坐這個停火的位置 兩位都持不同的意見 不如我們一起聽一下 馬迷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可能他今季的操練手法 比較急進 可能因為他上季的成績都好像一般 可能今季馬房部署急進了 而且操練手法都比較明顯了 所以就… 有一道貴重了 所以就已經打了標了 我想應該是他們奧運馬房那邊 多了一個泳池 始終多了一個泳池 對馬的熱身 不論是做那些操練功夫 都可以做足一點 其實如果馬房可以做到 上下一心的話 我相信成績一定不會有的 那就要靠練馬師 和副練馬師齊心合力了 好像以下下來的這位副練那樣 他和練馬師描繪得合作無間 還是香港首位的女副練 稍後回來有餘泳師專訪 別走開了 電発 sou博士 電ieve